珍珠节当然市场采买的人特别多 结果在台中东区的新明街市场 早上就发生了这样的意外 有六米高的百年黑板树突然倒了下来 当场砸中了一个人还有两台机车 坚实期盼下无风无雨 路旁这棵路树团倒下来 围里外刚好有民众经过当场被砸中 救护车倒场倒塌的路树横倒在路中 几乎占据整个车道 还好被砸中的民众还能自行走上救护车 消防队请人把倒塌的路数拒断成好几节 才清出一条路来让救护车通行 倒塌的路数被拒断 有一部分压在铁皮围里上 有的散落在路旁周围拉起封锁线 上午11点左右东区新明街市场 一颗约6米高的黑板树团倒下来 当场砸中61岁的王姓男子 停放在路旁的两台机车也被波及 他先撞到那个铁皮 然后铁皮发出很大的声响后 然后铁皮撑不住的时候 树材开始滑下来了 就倒下来了 救护车有来啊 有要到摩托车来 路数倒塌的地点在市定古基西明仓库群前 街道两旁的黑板树都有百年历史 从断裂的根部来看 似乎有重铸腐朽的迹象 当时有不少民众正在采买中秋节应景食材 被倒塌路数 砸破铁皮围里的声响吓了一跳 还好平常在围里旁摆摊的摊贩 刚好休息没营业 否则可能首当其冲 这边都很高很多高 老树啊你看 那么多高啊 就怕我哪一天又突然倒下来 有可能有可能 该路数初步目测判断 虽外观武艺场 但树根内部是有腐朽线杖 加上今日大雨导致地面松软 南雨固着的倾倒 因而意外压伤 路过民众及现场停放机车 王姓男子右肩及背部轻微擦伤 送医后没有大碍 交通也恢复通行 文化局将安排保全加强巡视 也会请专家进行全面检视 呼吁民众暂时不要靠近 以免又发生杂伤人意外 东森新闻成立闲程会美 在台中采访报导 有家长说这业务也在谢泽 他是在国小门口 遇到业务推销华氏学生周刊 那么可能被话术给迷惑 没想太多就付了定金1200多 定了24期 后来想想奇怪了 为什么一个月要1000多块 太不合理了呢 所以要求退订 但拖了将近一个礼拜 业务都不处理 让家长质疑 根本是想要拖过7天鉴赏期 好像没那么厚 很薄 然后1279发业 我觉得他这样子 其实算是变相杂偏 看着周刊一想到就keep put A小姐日前开完国小家长会 从学校离开 门口遇到业务推销 学生周刊 定两年可以看四年 但是他给我看六年之类的 他跟我说我是需要的 但我后来发现 其实我根本就不需要 我的小孩 我有去翻他的课表 他根本就没有阅读课这个东西 A小姐指控在业务话术下 他刷卡付了1279元的定金 订购24期周刊 并提供身份证 但事后回家越想越不对 想退订 业务却说这是定金 不是定金不能退 还要将订购单 赠品单都寄回去才能办理 跟其他家长还是学生了解一下 就是他你签的那个单子 被他收走的 目前他是会拿去做 跟融资公司做贷款 就是跟重新之融合作 就是零卡分级 我刚才有跟他说 如果说你这个要做月角 我们就是跟他合作 我有跟他事先说明 就担心有问题 A小姐13号晚上就赶紧将 所有单据寄出 不过直到17号 还没有收到业务 已经办理退订的回复 执意业务是想拖过7天 见赏期双方吵了起来 所以现在就是没有处理的意思就对了 没有不处理 你订购单没有回来 我就确定有回去 我们这里收到没 那没什么没 业务强调还没收到订购单 承诺收到后会照流程退订 也愿意退回定金 小保官则说明 访问买卖街头推销 消费者可以在7天内 通知业者解除契约 无需说明理由负担费用 业者也应该退还定金 与资融公司进行结清 只是对A小姐来说 退订将近一周迟迟没有下文 难免心驾驾怕有损失 东森新闻学书明灿文 新北报道 这个问长也担心自己有损失 所以他就跟女客人讲说 你以后不能在这个 转角处来搭车 你最好不要再这样子 你应该走到招呼站去 结果女客人就直接回嘴反呛说 听不听得懂很重要吗 这句话把问长惹毛 当场下逐客令 乘客上车问讲告知 上车处是右转道 以后别在这里搭车 乘客好像听不懂意思 听不懂吗 真的听不懂 听不听得懂我们说要吗 就少女这句话很重要吗 把司机给惹毛 当场下逐客令 你下车好了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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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我不在了 好好 我们下车 不好意思 我不要讲可以嘛 好好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 没关系不好意思 我也不好意思 问讲句在 整个火气都上来了 乘客摸摸鼻子下车 场面搞得这么尴尬 就在15号晚间 高雄前镇区一间购物中心外 女乘客跟儿女总共四个人 透过平台叫车 却不在招呼站等 而是在路口转角上车 司机好意告知规定 乘客的女儿 淡定的回 很重要吗 问讲气的把人 轰下车 后面的妹妹 不懂就说 很重要吗 很重呢 他不是随便讲 他是很重 我说 有客人有时候 不讲理 我会当下就说出判断 我就说那我不要载就好了 购物中心的侧门 有设小黄 招呼站 就是乘客上下车处 这里上车安全 问讲也不会被开罚 就跟他说 那边是红线没有办法停 但是如果有的人 可以他如小小吗 不行啊 不行因为你方便 我用 吃饭肚子吧 可以的话 还是要在前面一点的 那个专用的上下区 会比较适合 乘客没有照规定 在搭车处上车 还不满司机 碎念而回嘴 惹麻问讲 把人赶下车 恐怕是乘客 始料未及的 东森新闻无建议 在高雄采访报道 什么都要使用说明 那你觉得 微笑单车的电动辅助车 这款车到底要不要说明呢 在双北有一名 妇人自称说 因为他只剩下 电斧车可以租 骑一骑为了闪路人 因为单手刹车之后 害他惨摔 他就抱怨在租迹的时候 完全没有告示 这个刹车的灵敏度 跟使用方式 害他骑起来很危险 这种种的按下去很痛 大片瘀青 清楚可见 从手腕延伸到肩膀都有 甚至连脚踝也有伤势 会搞成满身伤 周小姐说 全是因为他 完全没有说明 电斧车的刹车 是这么的灵敏 扎停 我就摔出去 来到U百租借站 这台跟其他自行车 长得不太一样的 叫做电斧车 周小姐说 先前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 租借他逮捕 而骑上路没多久 为了要闪避行人 用左手刹车 没想到车却突然失控 他整个人重心不闻惨衰 不仅后脑勺撞到地板 右手右脚 也留下大片淤青和擦伤 但最让他不满的是这个 上面没有任何的提醒 跟使用方式 说要注意刹车的使用 如果他有提醒的话 我可能不借 或者是我要研究一下 他的刹车 有什么样的危险 我才用 从自行车转骑电斧车 在没完全熟悉的情况下 使用上就容易有危险 周小姐说 应该要加强使用说明告示 但在把手的逆测 其实都有告示 骑程前要先测试刹车 还有警告 要先刹右边 而专家说 骑电斧车只要踩一分力 电斧车就会回一分力 加上骑起来非常省力 速度自然快 要是只靠单边刹停 容易又危险 速度没有在太快的情况下 两个同时刹是真的是 比较安全一点 那我还比较建议是两手点刹 那放刹放刹 轮流刹会比较稳当 不要一次抓死 虽然车辆上都有贴提醒 但微笑单车回应 未来会再加强宣导 由于数量不多 目前也看不出事故率 电斧车轻松好骑 骑士也得正确使用 避免不必要的危险 东森新闻生活中心综合报道 今天是中秋节 那么当然还好还好 今天晚上并没有下雨 所以这超级月亮 刚快有机会去看看吧 因为今天的月亮 算是这几年以来 最大最圆的一次 目前看起来 从北到南 都是可以赏月的天气 不过本来大家是非常担心 会有台风的影响 但其实是在后面这几天 才会影响到台湾 今年的第14号台风 葡萄桑 现在是朝着日本的琉球来前进 距离台湾最近的时间 应该是在星期四 它可能会从北部的外海通过 所以不排除稍微南偏一点点 就会擦到陆地 而另外还要关注的就是 苏力台风 它即将要行程 但是它就算是行程了 也是往南海来走 对我们的影响没有那么的大 反而要注意的是 现在美国 现在院问我认为 在20号前后 会有更大的热带扰动 可能会影响到台湾 太阳公公偶尔露露脸 各地多云道晴 但台风接近 北部又门又热 第14号台风葡萄桑 持续增强 持续往日本琉球群岛前进 新提示最接近台湾 它整个结构上 就是并不是说到那么的好 所以它即便就是说到 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 它是距离台湾比较接近一点 虽然目前预报 葡萄桑不会直扑台湾 但低压带影响 多少为北台湾带来雨势 要是路径南偏 暴风圈不排除擦到陆地 登陆上海的被逼家 已经减弱成热带性低气压 葡萄桑台风朝西北西转西北运动 预估会在台湾北部外海通过 整台风苏利则会往南海走 但美国模式有预报 9月20前后还有更大的热带扰动 正朝台湾接近当中 在20号之后 随着这一个目前在 菲律宾附近的这个热带系统 逐渐往西移动之后 在南部地区的话 也稍微留意一下 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降降影出现 大气环境变化大 不确定性高 还要持续追踪监测 台风蠢洞之外 又逢天文大潮 19号到21号迎来年度天文大潮 其中云林博泽辽潮汐预报 19号涨潮在中午11点39分 潮位最高将达223公分 20号最高潮位落在12时24分 可达221公分 21号最高潮位分别在 凌晨0时42分 汉效1点11分有210公分高 由于台湾北方外海有葡萄桑 和南方外海有热带扰动 可能会让原预测潮位 再加高40到45公分 西部沿海迪洼地区 要留意暴潮灾害发生 大地压带笼罩台风会继续接力生成 欢庆中秋同时 别忘留意后续天启变化 东三新闻生活中心台北报道